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蔡岳芳 三福食品部厂长 三福成立于1960年 1979年设置了乳牛饲料部门 针对糯农业客户提供饲料 目前占全国乳牛饲料三分之一市场 1996年开始经营食品部 主要生产的是代工及自有品牌的乳制品 包含牛奶 布丁 优格等 全产品通过 ISO 22000 以HACCP 验证 2000年通过 GMP 验证成为优良食品工厂 在便利超商或超市卖场 通路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自有品牌 或是帮知名品牌代工的产品 我们最核心的原料牛奶 就是以台湾在地牧场而做的直送纯鲜乳 另外我们也是全国唯一一家 能够全自动生产三层烤布丁的工厂 打造自动化的工厂除了提升效力外 就是能更精准的掌控品质 我是山谷产业鲨鲁部杨顺杰副厂长 以往产线末端都是采人工对占的方式 一袋鲨鲨鲨50公斤都是一个人就要搬运完成 有时候一天就是2000至3000包 所以那时员工很多都会有职业上的伤害 因为客户需求产量越来越大 我们的生产速度要再提升之外 品质控管也变得很重要 所以当时就请到净黄来做产线的整合 使用机械手臂后 装相对战作业的效率是以前的5倍以上 同时也照顾到员工的身体 透过净黄整合产线 大约三年多前开始使用Puka的机械手臂 到今年为止已经有8条全自动产线 而且还持续增加安装 预计明年还要加装4组 总共会有12条产线使用15支Puka的手臂 我是净黄工业技术总监洪毅雄 在山谷产业所有的生产线规划 我们应用到的Puka机械手臂有KR70 KR120PA以及KR180PA 那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应用需求 跟产品生产速度 来搭配不同特制规格的夹制具 来达到搬运产品的目的 我们目前规划产线都使用Puka原厂的 MSA Automation架构 搭配净黄工业本身的IPC上 Codesys架构的Soft PLC 两个来做完美的整合 我们可以把机械手臂上的 所有复杂的运算路径 以及客户端需求的 庞大复杂的配方指令 全部丢到我们上位的Soft PLC 当中 那我们可以交给客户端一个很简单 人性化 不太需要做太多教育训练的自动化产线 Puka的机械手臂 品质没得挑剔 低温乳制品产线 强调的是生产的驾动率要高 要避免产品的温降 那以及在局限的空间之内 要完美的运行 所以我们这种冷链的产品 生产线要求是一秒钟都不能停止的 布丁的夹爪上 有特别安装了几组的雷射定位 可以随时的判断 我们的夹爪 会不会因为路径的错误 而导致压坏产品本身 我们选择Puka机械手臂 会来与净黄工业做整合上的搭配 主要是因为它是目前 所有机械手臂厂台中 唯一一家OpenOS的控制系统 那管理端可以透过我们的系统 达到非常高效 而且即时性的产线即时监控 我是Puka业务Ryan 净黄是我们的官方系统合作伙伴 Puka手臂加上净黄工业整合产线的经验 在食品产业的自动化包装规划上 可以提供客户最好的整合方案 Puka除了一般的机器手臂外 还可以选用更高规格的 食品等级机器手臂 除了轴承或采用食品等级的润滑油 包含外观整体都使用不锈钢的材质 符合欧盟所规范的食品卫生安全要求 在这次合作中 我们很高兴可以确实改善 传统食品业的产线体验 不但可以明显提高产线效率 也可以让员工更专心的在品质控管 我是Kuka的业务经理李仁杰 Kuka的对战手臂的特点是 A1轴速度快 可以维持灵活动作与高加减速 适合采线的快速移载要求 防水防成能力从IP65甚至到IP67 且像飼料厂这样高度洋程的工作环境 Kuka手臂能完美防护 动作顺畅 在目前的传统产业里面 经营者考虑到员工的身体健康 尤其是在光蓝推占的这些应用上面 那导入机械手臂呢 可以让员工更有意愿地 来参与这一项的工作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作词词 数据